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北部还有东半部晚上过后会比较容易下雨 但是至于中南部不太受到影响 今天是一个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降雨的部分 今天主要其实雨需就是在迎风面 主要像是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 以及大台北东侧会比较容易下雨 还有在花莲和台东迎风面的关系 雨势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 尤其在晚上过后东北季风又带下来了 所以会比较容易开始下雨 尤其明天的雨反倒还会更多 那在温度上面我们今天先来看看 提醒各位早出晚辉请加博外套 因为早晚的天气都是比较偏凉的 以今天来讲北部高温有23度 24度在中部蛮舒适的 但是晚上低温稍微都比较凉 16度17度像是南台湾也有19度 所以出门要加外套了 那南部今天白天看到太阳温度还蛮高的 像是在高游民东有机会达到27度的高温 你可以穿短修出门了 但是东半部请加外套哦 因为比较容易下雨云量也比较多 所以早晚是比较凉的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 其实在礼拜三过后会比较容易下雨哦 尤其先要预告一下啊 你看到下个礼拜哇温度开始往下掉了 哎下周可能是礼拜天过后 会有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 可能是大陆冷气团或是强烈大陆冷气团 要来影响我们会变得比较湿湿凉凉 所以下个礼拜呢会开始变冷了哦 那今天的天气状况上半天还算稳定 晚上过后会容易下雨 天气资讯先提供给大家了